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阿爸父 恩典的主耶稣基督 圣洁的圣灵 我们求主来继续的带领我们今天敬拜的时间 让我们以心灵诚实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 献上我们满心的感恩和敬拜 主啊 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 我们从你那里支取力量 我们必耐心等候主你的到来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在领诗 在领圣餐 在听主你话语的时间都完全的交托到主你的圣手当中 求主你继续的来恩高 讲颜的口 让他把你的话语清楚的 带有能力的 讲出来 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得着造就 主啊 我们如此感恩祷告 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今天我想以以赛亚40章31节来鼓励我们的每一位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或者在看这个影带的朋友们 40章31节是如此说 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利 他们必如因展示上腾 对的 我们凡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利 必如因展示上腾 因为我们的生命 都如主所应许给我们的 如因展示上腾 感谢主 我们也在这个敬拜完毕 会将这个领圣餐的时间交托给我们的书法姐妹 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感谢赞美主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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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愿意 让自己想从此落在地里 世上生命必分的生命 主我愿意 放下自己唯一大的权力 在我身上拯救你自已 一离百次 他若不落在地里时代 经过少时多生时刻 他愿意识过自己 那么愿意 让自己被圆埋被拥挤 就被窃取许多自已 经历生命的奇迹 祝我愿意 祝我愿意 让自己想从此落在地里 世上生命必分的生命 祝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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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自已为赢得的权力 在我身上 在我身上成就你自已 不早如此崇高 从自我得渺小 听尽量 听尽表格自宝 听尽表格自宝 比健身的荣耀 不早如此崇高 从自我得渺小 听尽表格自宝 比健身的荣耀 不早如此崇高 从自我得渺小 听尽表格自宝 比健身的荣耀 比健身的荣耀 祝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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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自已为赢得的权力 在我身上成就你自已 祝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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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 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 世上生命一分的生命 祝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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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自已为赢得的权力 在我身上成就你自已 祝我愿意 放下自已为赢得的权力 在我身上成就你自已 祝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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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愿意 祝他愿意 美丽的高尚 或是当我在 阴暗的幽默 当你抬起头 你就会发现 主已为你我而预备 月上太阳 他总共改变 虽然笑一笑在夜上 月上太阳 他总共改变 他总共改变 不如说坐在 美丽的高尚 或是当我在 美丽的高尚 当你抬起头 你就会发现 主已为你我而预备 美丽的高尚 月上太阳 他总共改变 哇啦啦啦 他不改变 月上太阳 他总共改变 月上太阳 他总共改变 月上太阳 他总共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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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 没想想 拥在地上 创造我们无敌 猪 他的自慰 无分之难度 你发的那次能微 还不满的克家力量 到月上大 北重新的祢 勇在你身 创造万物的主 发的慈悲 无法信仆 以发的得失能力 温热的特加力量 能否也无法比重新的灵 不应 暂时擅长 奥向最深的国土里 归约 所有简单的方法 能当初选 你荣耀保重 不应 暂时擅长 奥向最深的国土里 你说 生命很高 安那 我从美好 自由的风采 是你听见 我的不求 他也明白 我的渴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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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求 暂时擅长 奥向最深的审访 他也明白 我的渴望 你还明白 我的渴望 你还明白 我的渴望 你不愿意 还明白 习乏的他只能力 温柔的他加力量 当我愿望我必从心的灵 用在地身 创造我无地主 他的慈慧无法持久 习乏的他只能力 温柔的他加力量 当我愿望我必从心的灵 乌云在池上长 奥向在神的波动里 飞跃 所有艰难和风暴 安排出世 你荣耀保重 乌云在池上长 奥向在神的波动里 平手 生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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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向在神的波动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神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第九节后又说 我来了为要造你的旨意心 可见它是除去在先的 为要立定在后的第十节 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祂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现在请大家拿起来 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主耶稣 你把你的身体献上为署罪祭 来救赎我们 我们的罪能赦免 因你受的边伤 我们的病痛得到医治 因你受的刑法 我们的平安 我们感恩 领受你的身体 父主您祷告 阿妹 大家拿起圣杯来 我们也来祷告 感谢主保血为我们而留 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赐给我们永生 感谢父主您祷告 阿妹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 阿姨弟兄 请阿姨弟兄来讲道 哈喽 阿姨弟兄姐妹们 早上好 平安 首先我要感谢 阿姨弟兄姐妹们 带领我们的歌唱 来敬拜上帝 也是要 感谢 寿华姐 带领我们 领用声唱 但是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感谢 就是 爱我们的上帝 永远永远爱我们的 必有条件的爱我们 充满恩典 怜悯的上帝 也是我们的阿爸天父 感谢阿爸天父 今天我的题目是 看试炼为喜乐的事 当我还没有 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首先我是 有讲 有几个题目 但是就是 最近 这几天 当地好像给我知道 要讲的是 关于 面对 试炼的 所以 我先做好这个 经文 题目 我才知道 因为是 关于到 整个世界 面对这个 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带来 给很多很多人 各种各种的 试炼 不单仅是基督徒 非基督徒 也是面对 各种的 试炼 但是我们要 怎样去看待 这个 试炼呢 所以上帝给我的题目就是 看试炼为 喜乐的事 如何看 试炼为 喜乐的事呢 首先我们就要看 雅各书 第一章 第二节 圣经是 这样讲的 他说 我的弟兄姐妹 当你们 遭遇各种 试炼的时候 都要认为 或者是看为 喜乐的事 但是我们 看到 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会想 上帝啊 如何 看待我们的 这个 这个 试炼为 喜乐呢 你跟世界人 世界的人 讲 非基督讲 他们会叫你 傻的 哪里有能面对 种种的 困难 或者是 痛苦 还要看 看每次 一种喜乐的事 哪里做得到 所以我们看 这个经文 这本书是谁写的 哦 原来是这个 耶稣的半个弟弟 亚格 会不会有可能 他写错呢 绝对 绝对不会 因为圣经有讲到 在 丁摩太后 书第3 讲16节 整本 圣经 或者全部的 经文 也是上帝 启示的 所以根本 是没有错的 但我们要 怎样去看 怎样去回应呢 要不知道 如何看 这个 试炼为 喜乐呢 我们要看 下一个 的经文 第3节 第3节是这样讲的 要知道 你们的信心 经过考验 会产生 忍耐 从这段经文看 我再读到一次 要知道 你们的信心 经过考验 会产生 忍耐 经文 或者圣灵 告诉我们 或者是 圣灵 充满了雅各 告诉我们 这个 我们所面对的 试炼 是 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考验 是说 当我们面对 这个 种种的困难 困苦 各种的试炼 的时候 我们要 相信 耶稣 上帝会 带我们 路过 这个 困难的 时间 但是 怎样去 怎样去 回应呢 因为 经文说 你们的信心 经过考验 所以就是 告诉我们 当我们 当我们 面对 试炼 的时候 我们 就要 看 上面 往天上 看上帝 相信上帝 信心 充满了信心 来相信上帝 怎样做呢 就是 我们要 从 上帝的角度 来看待 这个 试炼 不要用 人的 角度 去看 用上帝 的 角度 去看 因为呢 上帝 是 掌管 一切的 每一个 困难 困苦 每一个 各种的 试炼 上帝 已经 有的 答案 上帝 准备 好的 答案 但是 这种 上帝的 答案 不是 马上 就要来 我们 祷告 各种 面对 各种的 试炼 时候 我们 祷告 这 祷告 后呢 会不会 马上 上帝的 当然就 会 回应 马上 回应 我们 不一定 上帝 就是 在我们 辛苦的时候 在我们 痛苦的时候 在我们 受各种的 困难的时候 就是 上帝 要看 我们 能不能够 相信 他 能不能够 忍耐 去面对 透过 这个 困苦 圣经 有讲到 这个 亚巴拉罕 上帝 也是有 允许他 说 他会 成为 许多 民族的 父 但是 他也是 有经过 考验 上帝 叫他 把他 为一个 儿子 献给 上帝 但是我们 全部都 圣经 知道 亚巴拉罕 经过 经过这个 考验 他就 成为了 许多 民族的 父 所以 从这个 圣经里面 看到 我们 一定要 忍耐 因为 他说 要知道 你们的信心 经过 考验 会产生 忍耐 但是 忍耐 当你没有 会忍耐的时候 我们 先要 谦卑 若是不 谦卑 如何 去要 忍耐呢 你 面对 种种的 困苦 痛苦 或者 病痛 这时候 我们人 会 生气 会 有时候 不听人家讲 有时候 人家叫你 祷告吧 你不听 因为 我们人 是 很多普通人 是 不会谦卑 但是 如果是 你要忍耐 你首先 你要谦卑 谦卑 才能够 我们谦卑 自己 才能够 去求神 上帝 在上帝面前 跟上帝讲 我们的 跟上帝 祷告 但是 等上帝的 答案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忍耐 等 就好像 我们要讲到 大卫 大卫呢 当 在 先知 单义里 恩高 大卫 做王的时候呢 大卫 并没有 在 一月之间 就成为国王了 如果是 你们有 读圣经 圣经告诉我们 大卫 大卫经历了 十五年的考验 才成为 以色列的国王 十五年 弟兄姐妹 如何去面对 十五年的考验呢 但是 我们知道 因为大卫 他 谦卑自己 他是王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 大卫 谦卑呢 你就看 当 大卫 自己的 儿子 那个 亚撒 亚撒 亚撒隆 Apsalom 要去攻打 他父亲 大卫的时候呢 大卫 没有跟他斗 大卫 就离开 王宫 我们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 大卫 不要跟他 打过呢 因为第一 那个是他的孩子 如果是大卫 散死了 他的孩子 他会很难受 如果是 大卫 自己 受伤了 怎样就亡呢 所以他 被自己 宁愿 自己离开 那个 王宫 离开 王宫的时候 他又遇到 扫罗 一个亲戚 他名字叫 四美 西玛雅 西玛雅就骂他 就骂他 用石头来盯他 大卫的手下 就想要杀他 他们说不可以 因为 如果是他骂他 应该是 上帝 耶和华 准他来骂我的 如果是上帝准他来骂我 我哪里可以去 杀他 打他呢 从这边 我们是看到 这个 大卫 很谦卑 他 里面 忍耐 忍耐 叫忍耐 第三就是看到 扫罗 扫罗好几次 要杀他 上帝也是给 大卫考验 有两个 机会 他根本 可以很容易就 杀死了 扫罗 但是他没有 他说 所有上帝恩高的人 我哪里可以杀啊 从这里我们看到 上这个大卫 他人格 谦卑 面对各种的试炼 他忍耐 忍耐 所以圣经知道 十五年后 经过这一切的试炼 他成为了以色列的王 同样的 在我们 个人面对 这个 试炼 各种的试炼 我们也是要跟大卫学习 谦卑自己 才谦卑 才能够忍 如果是好像大卫 你不谦卑 人家骂你 说爹你就打他 杀他 根本就不可能 忍耐 首先 我们要谦卑自己 来到上帝的面前 向上帝讲 我们一切的 种种的 困苦 需要 跟上帝讲 来到上帝面前 就表达我们谦卑 但是当我们面对 这个 争战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要忍耐 因为上帝不是 你一祷告 马上到安 就明天就会到 我们看到 大约是考验的十五年 才成以色列的方 巴罗也是这样讲的 在罗马书第五章 第三节 第四第五节 第三节 巴罗是这样讲的 我们在苦难中也欢喜 因为知道苦难会产生忍耐 忍耐 产生 忆力 忆力 产生 盼望 第五节 他说 这种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的 蒙羞 如果是我们生意失败 做大事失败 我们会蒙羞 这个是你们 不会 这种盼望 上帝说 是不会令人蒙羞的 就是你成功了 做事做得成了 就是上帝已经 可以说也是一个允许给我们 我们在苦难中也欢喜 因为知道苦难产生忍耐 忍耐产生忆力 忆力产生盼望 弟兄姐妹们 上帝说 这种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的 所以首先呢 我们一定要 谦卑自己 才能够忍耐 因为当我们面对各种的 振扎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忍耐 如何怎样做 就是说 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试炼 知道上帝是掌管一切 上帝掌管一切 就好像今早上 我太太跟我女儿 带大家唱这首歌 就是云上的太阳 上帝就好像在云上的太阳 那边照全部黑暗都消息了 我们面对各种的 各种的这种试炼 上帝看待我们 我们要忍耐 哈利路亚 好 下一节就是 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 他说 但忍耐要坚持到底 是你们可以完全 毫无缺乏 我再读多一次 但忍耐要坚持到底 使你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 我们一看就看到那是坚持到底 当我们看到坚持到底 圣经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是已经很坦白的跟我们提醒我们 你面对这个困苦或者试炼 还有很多很多不是容易过的事 或者是你一路祷告 是情况越来越越差 或者是如果是你有病痛 你祷告了后 等上一个答案了后 你的病越来越严重 所以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上帝说 你要坚持到底 在我们面对各种的 试炼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是靠 上帝 因为上帝 我们刚才说是 要用上帝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这个试炼 但是你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呢 就是撒旦所要的 他是骗子 所以我们要如何去面对 当我们被撒旦失败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呢 就是我们应该就是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老鹰跟蛇的故事呢 就是这样 老鹰当他跟蛇斗争的时候 老鹰不会在地下跟那个蛇打 他会将蛇带到半空中 因为在半空中里面呢 那蛇会失了空事 他就会变成软弱 他没有办法去攻击那个老鹰 老鹰就很容易很容易 打赢这样 同样的 我们也是要一样 所以呢 当我们面对各种的试炼的时候呢 当我们的信心被考虑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如何怎样去做 我们就要把斗争带到上帝面前 当我们把这个斗争带到上帝面前 因为上帝曾经在旧约告诉我们 这样的斗争不是你打 是我打的 所以很多时候 不是上帝不要帮我们 是我们自己不谦卑 忍耐不住就自己来 不要给上帝 上帝在那边等着 希望我们能够给他帮我们 所以我们呢 应该要记住这点 当我们好像坚持 好像坚持不到的时候 我们就祷告 但是祷告呢 不是一祷告 马上就有答案 有些人问 为什么上帝 有祷告 有些他未听 有些他不听 这样子我想在这里告诉大家 我也是在这个 一个 international的 partner 现在去世了 Raivis Zacharias 他曾经有说过 祷告 不是一种 shopping list 祷告不是说 哦你要什么 要什么 你要什么 给上帝 上帝叫马上 给你这个 给这个布 祷告就是说 你跟上帝讲 上帝啊 就好像我们看 耶稣上帝的儿子 他向阿爸天父祷告 他还是说 阿爸天父 能不能够把这杯拿开 但是不是我主意 是你主意 耶稣上帝的儿子 也是这样祷告 从这里教导我们 祷告不是我们的 shopping list 不是给上帝 这个ABCD到Z 只要上帝要 上帝要回答你们 不是 祷告就是说 上帝啊 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 面对这个困难 上帝求你来 改变我 坚强我能够来 坚强我能够来 吸引在你 为我的计划里面 阿们 还有 有些人叫他祷告 每一个人祷告 一定有信心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你们有看过 现在看不到 以前的人 看得到小孩子 他们玩这个 木马 我们英文叫做 Cock Horse 木马就是 一只棍 那个头是木的 那小子就坐上去 四位跑跑跑跑 就好像他 背着这个 背马 背着的跑 事实来讲呢 不是 不是那个 木马背他 是他背的马来跑 同样的 我们信心 如果是我们 对上帝有信心呢 我们就是被 上帝 我们上 对上帝的信心 背着我们跑 如果是我们 不是背着 那个 信心 像上帝 信心来讲 对上帝有信心来讲 就是我们是被这个负担来跑 但跑到你们死 也是 跑不掉 所以 从这个 两个重点 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 祷告 不是一个 shopping list 而且 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充满信心 相信上帝 等下 再多一点 下一位 这个经文我会跟大家讲 忍耐 为什么要坚持到底呢 刚才 雅各书 第一章第四节是说 但忍耐要坚持到底呢 为什么要坚持到底呢 我们又问 为什么坚持到底 就是说 因为 我们要坚持到底 因为 上帝要在 你和我的生活中 成就他的旨意 你说 Isaac 你说是讲 有没有圣经的经济的 或者自己想想 都想 不 全部我讲的 就是 圣经 有记录到的 我们可以看 耶稣的故事 耶稣 他从 十七岁 到三十岁 十七岁的时候 上帝就给他一个梦 说 他会 比他的父母 弟兄弟 讲 他比较高 因为梦 他的梦是 他跟他的 弟兄讲 他的梦是 他在一个 麦田里 捆麦 他哥哥 弟弟也是 在这边捆麦 但是呢 那个 耶稣的 麦 就站起来 其他的 就是 跪拜他 所以 他哥哥就问 弟兄就问 你要当自己 是王啊 要我们拜你 但是我们从这里看 这个 几个兄弟 就很生气 就我们 知道 这个 耶稣 经过 经过 不少 不少的 痛苦 经过 各种的 试炼 也是 可以说 跟着 经历的 很多 很多 考验 但是 耶稣 你们看看 也是 充满了 谦卑 他也是 坚持 到底 忍耐 坚持 到底 后来 他就成为了 埃及的 首相 同样的 我们也是 要 谦卑 要忍耐 要坚持 到底 坚持 到底 当到 上帝的 子役 能够在我们 生活中 成就 在这个 西伯来书 第十章 三十六节 保罗 是这样讲的 西伯来书 第十章 第十 章 三十六节 你们需要 忍耐 到底 这样 遥到 遥到 上帝的 祝 便可以得到 他的 应许 阿们 哈利路亚 简单 清楚 给我们听 我再读一次 给你们听 你们需要 忍耐 到底 这样 你们 遥到 上帝的 死以后,便可以得到神的应许,哈利路亚,上帝对我们真是好,他全部一确写到很清楚给我们听,所以我们要多看圣经,才了解上帝的意思。 虽然我们不明白,因为上帝他是一个主权的上帝,创造万物的上帝,有时我们想,用我们的头脑去想,用心理,头脑想的想不通,心理看的看不透,上帝又跟你们说,谁叫你去想,谁叫你去看? 我叫你是,不是叫你去想,去怎样看透,怎样去想到头脑不好,不是,我是叫你们信我,信我,哈利路亚,你们听去有没有,上帝只是要我们信他,依靠他,就好像证言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讲, 你我们,你要全心信靠他,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凡事都要请求他,他必指引你走他的路,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 所以呢,我们首先看,刚才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从上帝的角度看待试炼,第二呢,就是把争斗带到上帝的面前, 也是今天我们唱的第一首歌,也是《如荫展翅上城》,我们要记住,当我们面对各种的斗争的时候,把斗争带到上帝面前,就好像老银这样,把那时带到半空中这样,阿们,哈利路亚。 第三点就是说,我们要向上帝求智慧。 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是这样说,如果你们缺乏,如果你们缺乏了智慧,就当求, 感慨吃恩,不责备人的上帝,上帝必施给他智慧。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你看,上帝看来讲是很充满的恩典,他要给我们智慧,但是很多人不去求他,当我们面对各种试炼, 我们就可能会祷告,祷告一天两天就放弃了。 上帝说,我知道你们缺乏了智慧,但是来求我呢?因为我不会责备你们的。 你来求我,上帝说,上帝必施给他智慧,谁来求我就给他智慧。 西班来书第四节,是这样说,他说,让我们胆怯无忌地来到上帝的赐恩的宝座前,好领受怜悯和恩典,做随时的帮助。 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当你们,或者是我,也是提醒自己我,因为我也是有面对各种的试炼。 我们应该是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 但是从这里我要知道,这个第五节呢,上帝必施我们智慧,是有个条件的。 什么条件?我们就是看,第六节到第八节,圣经是这样讲的。 但谁求上帝智慧的,他要凭信心,毫无诱惑的祈求。 因为优化的人,三心两意,行事为人,没有听见这种人,从主哪里什么也得不到。 听得清楚没有? 如果是上帝说,这种人好像海上吹风反腾的波倒。 这种人是从主里面什么都得不到的。 所以很重要很重要,弟兄姐妹们,如果是我们来求上帝,我们一定要信他。 不可以有一点点的怀疑,不可以,不能。 你有怀疑,你就变成是三心两意的人。 上帝是不听我们的祷告的。 哈利路亚,感谢主。 在两个书第一章十年,圣经也是要提醒大家。 在试验中,能够忍耐到底的人,有什么?有祸,不是有福乐。 因为他若经得起考验,就会得到主应许赐给爱他自人的生命光明。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面对什么问题。 或是你们的试炼,各种试炼可能是有病痛,经济方面,或是生育失败。 但是,从这里,我们学习是看试炼为喜乐的事。 也是,最重要的是,要谦卑自己。 要忍耐,坚持到底。 当能够成为上帝这个见证人,我们怎样去相信上帝带领我们通过这个困难的时间。 也是,在这里时候,我们也是要,不单只是要想起我们弟兄姐妹们。 我们也是有很多很多亲戚,朋友,亲爱的人,还没有幸福的。 他们也是被这个新冠肺炎,弄到他们很辛苦。 他们也是面对各种的试炼。 从这里,我们就要,所以刚才我们的太太跟Carmen,她们唱这首歌《一粒麦子》。 就是说,你愿不愿意给上帝使用来征福音传给大家。 在这个时候,人就是这样的。 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不堪,不要求上帝的。 当我们辛苦的时候,你们跟他分享福音,上帝那么的爱他们。 上帝充满的爱,要帮助他们。 大家记住,我从这里再讲一次三个重点。 看试炼为喜乐的事,我们怎样为因呢? 第一,从上帝角度看待试炼。 第二,把斗争带到上帝面前。 第三,向上帝求智慧。 哈利路亚! Amen! 弟兄姐妹们,大家来祷告,感谢上帝,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哈利路亚!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多么的爱我们。 感谢你,阿爸天父,在这个时候,这个新冠肺炎已经弄到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们,面对各种的失恋。 阿爸天父,求你来教导每一个人如何去看待这失恋,看失恋来为喜乐的事。 因为你是掌管一切的。 阿爸天父,感谢你也是今早上来带领我,将你的话语讲出大家听。 感谢你,阿爸天父,赞美你,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圣明求。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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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